继续来看到有些艺人 他们淡出演艺圈之后 他们转用才华来经营自己的副业 像是九国名花林薇薇 她现在就开启了自己的画室 而纳豆的前女友林千佑 她过去也曾闹出争议 不过现在她靠着绘画来走过低潮 还转职在咖啡厅教书压话 她的作品也很出色 拿着画笔在压克力板上 渲染出缤纷色彩 她是艺人林千佑 现在有新身份 是个美术老师 林千佑先前 一幻纳豆交往打开知名度 还被吴宗宪签下当艺人 没想到后来闹出多次争议 落寞淡出演艺圈 如今和朋友合作一起开画室 在咖啡厅教书压话 像是跳脱印象 将夕阳和心情融合的 粉红色椰子树 也有缤纷的白色椰蛋结 这些唯美作品陪她走过人生低潮 之前在演艺圈 就是有很多风波 那我自己也觉得压力很大 有一阵 有一段时间就是很低潮 那我就会去画画书压 但我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 我的画就越来越好看 没想到因此开启工作室 主打书压梦幻风格教学 课程意外爆红 甚至有不少演艺圈好友都来报名 还有咖啡厅找她合作布置 让整间店都彩绘成独角兽的梦幻风格 独角兽的墙 那是我跟老师一起画的 那这间咖啡厅呢 就是用我们的画画跟咖啡结合 打造一个绘画的咖啡厅图 其实我不会想要回演艺圈 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圈子真的不太适合我吧 我觉得没关系 你也要接受这个事实 那你要去找属于适合你的事情 然后你在那边发洋光蛋 离开演艺圈难免有些落寞 但是林谦又坦言松了一口气 她期望借着创作和教课 教学生也让自己画出新的出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